好开心,我第一个小朋友终于出生了 这个重要时刻,我当然想用照片去记录 而我本身是摄影师,当然想由我亲自去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 因为我和太太,其实大家都是从事对时装有关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想用时装来做一个主题,去拍我太太和我的小朋友 我今次的拍摄里面就会分两段 第一段就会在studio做,而另一段就会做outdoor 因为我嬷刚出生,只有两个半年大 我怕她的眼睛不能用强烈的闪光影响到她的成长 所以这次我只会用行定光去拍我这一集相 好,那我们今次来到outdoor拍照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公众地方拍照 你只要戴一些专业的相机,保安员已经对你富士担担 但是用了A7R3,她会比较轻便一点 戒心就会低一点,也会方便一点 另一方面,我没有大型器材 即是戴了反光板 所以她这次相片的宽容度要求就很重要了 可以让我帮一些光位和暗位都可以推出一些细节位 另一方面,我戴了单脚架 用来做一些top shot的方法去拍摄 所以我用了这次Wi-Fi功能 可以遥控用手机,可以当一个viewfinder 看着来按下来,这次就有很大的帮助了